好了各位同学 那么咱们今天最非常重要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和方法 已经全部都介绍完毕了 下面的题目我们就来好好的巩固一下 这个提取公因数 还有就是在提取公因当中 需要同学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了 好同样的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例子开始 计算两个小题 第一题33乘24加33乘76 第二题125乘以31 减去125乘以23 相信呢 只要刚才的这题目或者刚才的详解 同学们就来听了 这两个题肯定是难不倒各位同学的 那么放在这里就希望同学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33乘以24加33乘以76 很明显这两个程法转据当中的公因数 就加公共有的因数是谁呀 33 所以我们把33提取出来 那应该乘以一个括号 括号里应该是什么 24和776 你把33提走了 那留下的都知道括号里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你看这个33没了 这个33都提走了 提到外面去了 那留下的是不是有24和76 仅仅留下了他们俩吗 加号 很好 还要注意还留下了一个加号 所以括号里就应该是24加上76 就像我们刚才讲成马肢里一样 这个括号里的这个符号 跟我们括号外面讲开的这个符号肯定是怎么样的 对音道这一点同学们要弄清楚哦 好了那一样道理下一个算是 那么很明显公共的因数应该是谁呢 125 OK提完了125之后 同样把提完125之后剩下的东西 是不是都放在括号里就可以了 大家要注意这个时候应该是31 减23 因为这个时候留下的是个减号 好了下面自己去把它算完就可以了 好最终第一小题算完的结果应该等于3300 第二小题算完的结果就应该等于1000了 那么这条小题需要同学要注意的就是 提起公音数的方式 就是我们只提公音数 其他的都留在括号里面就可以了 连数代符号 记住都要放在括号里 而我们括号外面留在括号外面 只要那个公音数就OK了 好各位同学来继续看下一道题目 巩固提起公音数这个方法了 计算425乘以5776 减去425加上4225再乘以425 最后的结果再除以1000 看着真吓人哪对吧 老师这我现在就接触这种计算 你没有开玩笑吧 就是 那各位同学要不为什么说提起公音数叫做大放异彩呢 那就是像这种你看有个推下人 其实用完提起公音数变得so easy 对吧 看着很唬人但做而很感人的呀 对不对 可以吗 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了那首期先看括号里面 425乘以5776 减425加上4225乘以425 很明显括号里面 你发现整个算式读完经常会出现了谁 425 OK 是不是反复都会有425 所以咱们先不着急算后面这个处法 咱们就先把这个括号里面的认认真真的把它先算完 那也就是括号里面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一个425出来 提完之后 是不是剩下的都留在括号里面 是不是就OK了 那这个时候 第一个数把425提完留下的应该是5776 这个莫问题 第三个数提完之后 把425提完留下的是不是4225 然后前面是加号 所以应该加一个4225 这些都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唯一不需要提高警惕的 就中间这一组 剩425 425也是有的 是不是要把它提出来 那这个425提完留下的应该是谁呢 0 提完提走了都没了 没了那是不是应该就是0啊 对呀 同学们 是吗 大家都觉得是0是吗 那也就最后结果就是5776 减0加4225 你把这个算完充于425 你觉得 好吧你自己去算一下 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好了那还是一句话给同学 还记得咱们前面那个小恶生 是怎么来给出这个提取公因数的 除了我们可以把承法分率应用之外 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解释方案 是不是从我们那个承法定义本身出发的 那么425代表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425 记住了吗 一个425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想要把它写成像左右这种两个数相乘的形式 它应该是425乘1 对吧代表一个 是吧代表一个425 sorry 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是425 代表的是一个425 所以当你把这个425提完之后 是就没了吗 是 留下的应该是1 然后前面要注意是减号 所以我们就是减1 再加上4225了 而这个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括号里面留下的数算完 哇塞 那就是轻松加1倍了 最后再去除以1000 这样题就轻松搞定了 所以对这样题来讲 是希望同学要注意的 那就如果本身这个数就已经是要提到那个公因数了 OK 我也可以跟着你出去 但是要注意 留下的是1 不是0了 好 最后来看一下解析过程 最终的结果应该是4250 而这道题 希望同学们一定要记住的 那就是本身就是公因数 提完留下的是1 的结果